做人要有趣这个事情 不是可以勉强得来的 做人要有趣这个事情 是你有意愿跟大多数人交往 比如说一个男人 愿意睡很多女人 因为你在睡很多女人的同时 你就得去了解女人 研究女人 然后去讨好女人 不管你怎么做 你能够把很多女人 骗上床的过程中 就自然会把自己变得特别有趣了 同样的 人首先要有趣 就要有一个生命的热情 你对别人 对占有别人的肉体 占有别人的思维 占有别人的时间 有一种冲动感 你愿意跟这个人交往 愿意征服他 这时候 这些强大动力 才能让你变得有趣 如果你的世界是一个很退缩的 很懦弱的 一个思维的一个想法 那么你不可能有趣的 我们多数人 为什么觉得自己 失去 无趣了呢 为什么 感觉到自己特别的颓慧 感觉到对外面的世界 往前上市的兴趣呢 这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已经对 所有的外面的美好 已经不想再去看了 不想再去了解了 不想再去征服了 不想再去占有了 这种情况下呢 你自然就会 让自己每天变得特别无趣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